《神经》 昨天我们就讲了 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父神的关系 和教会的关系 和万物的关系 和救恩的关系 保罗这短短的一段话 可以说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父的独生子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 他做成救恩 他是唯一的救赎 他是基督 今天他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说这些 那我们从昨天的都可以知道 今天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 那就是关于复活 我们在第一章第十八节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提出 我们讲到复活 我们想到的就是人死了 要活过来 但实际上在圣经里面 我们今天可以看 把这个复活的概念 我们要扩大 而且要深入 今天人死了活过来 这是一个事实 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关心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 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复活的工作 并不仅仅只是叫我们死了活过来的问题 更重要的脱离死权 这一个活比从死里活过来 我们说要难得多 你知道吗 今天一个人从死里活过来 那靠神迹就够了 今天要脱离死权 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必须必须来做成救恩的那一个关键的念 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复活 我们不要把它只是从神迹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从福音真理的角度 复活是一个真理 而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神迹 等待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就专门把这个复活 跟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再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我们一同来念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说 我昨天有讲过 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表达 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说复活 他只是说离开死 实际上弟兄姊妹 这是保罗对复活下了一个更精确的定义 什么叫复活 不仅仅只是我们从死了 失去知觉了 没有生命了 其实我们说我们所谓的没有生命 是指肉身的生命 我们又要活过来了 这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我们最关心的 是不是 其实今天弟兄姊妹如果说你没有脱离死权 你活过来并不好 因为你活过来是等候审判的 你知道吗 必须你脱离了死权 你活过来才有盼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什么叫做复活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完整的概念 今天我们说在这个地方 保罗用了一个守生 我已经说了 守生这个字并不是专用名词 守生这个字它就是最先的 今天父神和圣子之间的那个关系 是守生的 到底该怎么来解释 我们不要乱解 我们不知道 就像彼得后书里面说的 强解 自取成论 我们情愿成论 承认那是神的奥秘 没有必要让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相信 父是独一神 职也是独一神 这个是我们要相信的内容 至于守生当时是怎么个生法 在什么时候 这不是我们可以去探测 因为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类理智的范围 我们人类的理性不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 但是神的事情不在时间内 也不在空间内 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又一次的用那个守生 这个守生的意思 我想跟后面那个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守卫 今天在离开死权的上面 我们的主耶稣 他就是开路者 领路人 今天从亚当犯罪 人类的灵魂 全都在死的权势之下 这是弟兄姊妹都知道的 我们生在罪中 我们只要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生下来 我们就在罪权之下 怎么能够脱离这个死 脱离这个死权 靠我们自己 没有可能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来 亲自来把我们 不是施行神迹 叫这个从死里复活 那个从死里复活 而是把我们从魔鬼的 死的权势之下 把我们带出来 在圣经里面 有一些经文 很明确就是讲这个内容 不过一直 这方面的内容 弟兄姊妹 很多是忽略 不怎么注意 那么等一下 我们会一点一点的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 所以基督是教会 出离死的首生 在这个第十八节 是首先复生的 实际上那就是 在出离死的上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原是原始 是凡事上居首位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我们要记得 出离死 耶稣不在死权下 就是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也不在死权下 彼得在五星节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他不能被死拘禁 对不对 今天他本来就不在死权下 为什么他要到阴间去 就是为了去做领路 把我们从阴间带出来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不是为了自己死了没办法了 然后他需要经过复活 然后怎么复活呢 可能还需要父神来帮忙 我们说这些都是 我们人的这种想象 而且没有圣经的依据 只是按照人的逻辑 人死了一定要活过来 不活过来就没戏唱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死过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经过死 不等于他是真的死了 但是这不是欺骗 在人看来他是真实的死 生理上他是真实的死 但是从死的定义上 彼得所以一开始在五星节就要说 死不能拒尽他 可是他又去到死地 原因已经很清楚 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死地 耶稣不去 魔鬼是不是那么乖乖的就会放人呢 如果魔鬼那么听话 那他就不是魔鬼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在这里保罗 其实把那个死复活 解释的非常的透彻 我们讲完了复活 我们还要讲生和死 让我们对这一方面的内容 圣经里怎么说的 可以说 今天除了圣经 能够有那么精辟的来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哲学 没有任何宗教 在这些方面能够有这样的认识 可是我觉得我们过去弟兄姊妹很多 都是喜欢传统的 从我们中国的文化跟福教的关系很多 从福教的那种生死概念 把他就搬过来 就是信了耶稣 没有完全去掉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在这里的复活 保罗就用得很好 离开死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守生的 他是为了教会的缘故 在凡事上要居守卫 他是原始 是开路者 是领路人 那么这方面我想 我们首先来看出圣经 希伯来书第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 希伯来书第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一通来念 儿女基同有血肉肢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肢体 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救世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苦的人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为什么要亲自成了血肉肢体 从救赎 替死待赎的角度 他为了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那必须是肉身的定死 但是我们说 从整个救赎的完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必须死 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要去到死地 不到死地 无法败坏死的权势 这节的经文 我们说 我查了一下原文 在这个地方 特要借着死败坏 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那一个败坏的对象 在这里好像说是魔鬼 其实在原文 这一个败坏的 后面的那一个兵语 不是指魔鬼 而是指死权 应当那是说 特要借着死 败坏魔鬼所长的死权 当然我们说 魔鬼也要败坏 死权也要败坏 但是耶稣 借着死更重要的意义 败坏死权 为什么要败坏死权 原因是 我们这些人 都在死权之下 你不败坏死权 我们出不来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去 用我们现在社会上用的话 我们的主耶稣去了以后 整个的阴间就给怎么样 造反了 天翻地覆 完全败坏了 魔鬼也有他的次序 对不对 在阴间有他的次序 耶稣去 老实说 魔鬼不欢迎 魔鬼是希望 在世上除掉耶稣 不要耶稣的工作 我不知道魔鬼怎么想 很可能他就是想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除掉了 这下你回天上去吧 这个世界还继续 由我掌管 这个世界我已经赶走 他没有想到 耶稣亲自去到死地 每个人死都是魔鬼 把他拘禁去的 唯有耶稣去 是自己去的 耶稣是不能被拘禁的 魔鬼不敢拘禁耶稣 我想魔鬼的死者 那些小鬼 没有一个敢去拘禁耶稣的 对不对 耶稣在十字架上 在人看定死了 但是我们说 魔鬼没有想到 耶稣是不请自来了 也到迎接来 可能魔鬼还问耶稣 耶稣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对不对 我没叫你来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做了出离死的首身 原因是什么 他就说今天 他是处理死的首身 接下来还有很多人要处理死 原来死的规律 今天我们说 这一个死权 一直是魔鬼牢牢的控制住 我们这些人在阴间是毫无办法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把我们从那里带路 带了出来 所以我们说 我们对复活的理解 常停留在自我意识的恢复 指望神迹的出现 我们总是把复活 看作是一个最大的神迹 了不起 对不对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复活更重要的是能力 所以保罗说 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力 这个能力不是只是耶稣会活过来 而是耶稣借着死 去到死地 把我们从死权下带出来 这才是复活真正的最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说圣经理论到复活 更着重在出离死的救赎 所以复活在圣经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不只是一个神迹 当然我不能说不是神迹 但是目的不是为了神迹 目的是救赎 是福音的真理 今天我们说复活 目的是为了要把人 从死权下救出来 所以刚才我们念的 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来败坏魔鬼所长的死权 魔鬼所长的死权给败坏了 在死权下的人就有活路了 今天我们说耶稣去到心间 有这些圣经的经文 今天我们因为不是专查这些 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内容 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为了自己需要 被魔鬼拘禁了 然后耶稣又挣脱了那个枷锁 耶稣自己魔鬼是不能拘禁 耶稣是来帮助所有在死权下的人 让我们从死权下能够得以脱离 所以在这里说病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夫的人 我们必须要记得 原来我们人都是在魔鬼的拘禁之下 魔鬼会不会释放人呢 今天在这里说病要释放 不是魔鬼释放 耶稣不是去跟他讲条件 耶稣去所以是宣告 在彼得前书第三章有一段 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很难解释 其实这一段圣经是最重要的 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 原因是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 没有这个概念 很多都还是从福教的那一种概念传过来 我们的主耶稣去在那里就告诉我们 去传道其实就是宣告 现在救恩做成了 凡是愿意的都可以跟着他出来 那照理应当我们说阴间就出空了 但是没有 为什么呢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 说是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 感谢神今天我们这些都是愿意的 我们就是因着耶稣去到阴间 把我们从阴间就带了出来 这样就使我们就是像 约翰福音里面有句话说 出死入生 从魔鬼的死权下得以脱离 我们进入到生命的境界 这个生命那就是基督的生命 那就是我们进入永生 今天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说其实圣经这一方面的经文 点点滴滴相当的多 当你把这些都总结起来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很清楚的 那一个耶稣基督 他救赎我们过程的这样一个图像 今天我们说最要紧的复活意识是什么 不是从失去知觉 已经没有生命 死掉了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当然我们说这样的理解 我不说是错 但是不够 今天更重要的 我们讲复活 那是指着脱离死权 脱离死的权势与祸害 那么这也是第一方面 我们要谈的 然后我们说 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 第十九节 彼得前书 第三章 第十九节 我们一通来念 他借这灵 传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径 对 我们说 其实他借这灵在原文 就是这个灵 这个灵 从前面的意思传承下来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大家也都知道 这是基督复活的大能 他到监狱里面 这个监狱 也就是魔鬼巢穴 用的是同一个字 在启示录里面 有讲到魔鬼的巢穴 这个巢穴 就是跟这个里的监狱 是同一个字 那就是拘禁的地方 拘禁什么 拘禁在罪权下的人 而我们的主耶稣去到那里 传道在这里也可以把它叫做是宣告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去宣告 原来你们没有指望 我们要知道 在魔鬼的阴间 没有广播 他没有什么新闻给你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 现在耶稣定时时驾 他又复活了 必须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去 然后宣告 这些都不是魔鬼喜欢的 但是魔鬼禁止不了 我们的主耶稣去 首先他就是告诉我们 救恩做成了 我们想到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要向他们宣告说 救恩做成了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真是我们的神 今天除了耶稣 是神的独生子 他可以去 要换一个别人 我相信魔鬼绝对不卖账 他绝对不容许任何 即使是一个天使长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 为了摩西的失守 对不对 天使长跟魔鬼 争辩魔鬼也不卖账 但是神的儿子亲自去了 当然魔鬼不卖账也不行 败坏了 魔鬼所长的死权 让我们这些 在阴间里的人 得到拯救 所以我在这里说 如果耶稣独自从死里复活 一般这个复活 在原文用的是 四五零这个字 那是一个神迹 就是说死了 活过来 比如说拉撒路 那一个复活 就是用的四五零 但是后来 复活的时候 就是说耶稣跟马大的对话 复活的时候 拉撒路一定会复活 一定会活过来 其实是说 复活的时候的那个复活 他用的就另一个字 就是386 大家就可以知道 386的那个复活 那是一个专用的名词 他反映的 不是只是从死里 活过来的 那一个神迹的过程 而是一个福音的真理 在这个福音真理里面 有复活的时候 那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神 在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 复活是真理的一个环节 一个内容 今天我们说 耶稣独自从死里复活 那是一个神迹 但是耶稣自己并不需要 他不是靠那个神迹 才活过来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被死拘禁 他和我们一同复活 那是用386这个复活 那是福音真理 今天弟兄姊妹 所以我再说神迹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在天上也就能行 他不需要降生为人 但是要做成这个福音救恩 这一个福音真理的内容 我们的主耶稣 必须降生为人 亲自去到印尖 才能败坏 魔鬼所长的死权 今天因为他是要救人 他必须成为肉身 这就是福音真理的内容 他亲自去到印尖 把我们从死权下拯救出来 这是福音真理的基本组成部分 也是出离死守身的实际内容 耶稣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 他是出离死的守身 在我们中文圣经把它说成是 他是首先复生 其实我们说应该就是出离死的守身 他为了我们 做了出离死的带路人 领头羊 我们今天就是跟着我们的主耶稣 一起出来 那么这也是我们 这个讲到的第二点 下面我们来讲复活的第二点 我们先看一下哥罗西书 把这两处经文念一下 第二章第十二节 我们一同来念 你们既受洗 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乐 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第三章的第一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在这里 哥罗西书另外有两次 讲到复活的 但是都不是 像我们想象的 你们要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复活 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复活 是特别指身体的复活 今天一个我们信了主的人 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灵魂没有死 所谓的死 是肉身的生命 是这个身体 身体的生理功能 我们是死掉的 我们的身体留在这个世界 并不代表我们 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了 按照耶稣 跟那个强盗的应许 今日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 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我们就到乐园 所以保罗说 我离师与主同在 好得无比 那个同在在乐园里 那么既然已经在乐园里 与主同在了 为什么还要复活 这不是反反复复多手续吗 并不多的 在乐园里的 只是我们的灵魂 有没有体呀 没有身体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一岁的圣主 他们需要复活 按照哥林多前述第十五章 他们要得到一个灵体 我们把它叫灵体 因为跟我们现在的肉身 有所不同 但是怎么样 它都是一个身体 而还活在地上 今天我们不经过死了 就不经过肉身的死 但这个肉身 要改变 改变成灵体 这才是 这是神迹 到了时候神会施行 但是 我们今天 如果说 离开世界的我们的亲友 他们在乐园与主同在 只是灵魂的同在 只有当主再来 那时候我们也复活 被提 他们也复活 那我们说 我们所有的都是灵魂体 是一个全人 所以这一个救赎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要把我们完完全全 救到父神的面前 所以今天 弟兄姊妹 我们说 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 信耶稣 我们复活了 还不是说 到了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才复活 特别我们第三章 第一节 那节圣经的意思是很清楚 所以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那么弟兄姊妹 我们说 我们复活了没有 大家仔细念一下 这节圣经 所以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保罗的意思 你们复活了没有 复活了 可能弟兄姊妹想 我死都没死 怎么复活呢 今天 所以我再跟弟兄姊妹说 你对那个复活的概念 你不要把它 停留在 死掉了 又活过来 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因为死我们都怕 但是今天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 对于死掉了 再活过来 这一个事实 是有的 不那么重要 今天如果说 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 你放心 你死不了了 其实 哥罗西书的第二章 我们 这个到下午 我们会谈这个 整个的这些内容 第二章的第十二节 讲到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到第三章第一节 是又讲回到这一节圣经 这中间 从第二章的第十三节 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 弟兄姊妹是保罗插进去的 插进去讲的是一个 当时哥罗西信徒 错误的认识 那就是他们以为 他们需要靠着传统 律法的传统 文化的传统 来换取 他们能够得到复活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指出来 你信耶稣 你就已经复活 然后你要保持在基督里 你就一直就能够在这个复活的里面 而这个复活对我们今天来说 接下来第三章他要讲的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其实当你明白了这些内容 你会觉得 哥罗西书并不难懂 你要抓住他的那一个重点 所以我在这里说 本书另有两次论到复活 也都是特别强调 因与主一同复活而生命改变 胜过死权 着重的都是生命改变 胜过死权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地位上 和我们的主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看一下以法所书第二章第六节 这是也是很清楚的一处经文 以法所书第二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对好 弟兄姊妹我们说 你不要以为这个地方说的是我们的盼望 将来我们要 这个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不是 在这个地方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原文都是过去式的 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 已经一同坐在天上 用什么 当然我们说 这一些都特别是指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地位 今天我们已经脱离了死权 而这个脱离死权 使得我们也就是 已经与主一同复活 所以在这里特别要记得 不是你自己个人的复活 我们今天讲复活 都是要与主一同复活 而这个复活 什么时候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已经从最全死的里面 我们活了过来 其实我们说 这个跟重生 是同样的意义 那么有的人说 这样的复活 好像不是我想象的 对不对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要记得 将来 我们如果说 生体死 我们一定会有复活 但是这个复活 在福音的真理里面 其实不那么要紧 只是对你个人 你觉得是了不起的重要 因为要不活过来 那我不就完了 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所以当然 生理死别 感情上会难过 但是真正的 从真理上 我们应当明白 什么时候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并不是死了 圣经里把我们 叫做碎了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活在主的面前 我们就活到 主耶稣那里去了 其实这个道理 弟兄姊妹都懂的 在任何的伤势里面 如果我们的亲友 躺在那里 我们都说 他不在这里 对不对 他在天上 这我们要真正的 从感情上也能够认识 事实就是这样 只是 大家要明白 当离开世界 与主同在 那只是灵魂 缺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 需要到主再来 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复活 要不然 为什么要复活呢 就是这个身体的复活 那么在这里 也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 我们就复活了 这个复活是指什么 脱离死的全病 所以我再三的 要跟弟兄姊妹讲 一讲复活 不要只是想 死了活过来 死了活过来 你应该要常常想到 信了耶稣 我不再死了 耶稣跟这个 马大是不是这么说的 信我的人就永远不见死 对不对 那有的人说 那不是还是死了 拉撒路也死了 马大也死了 我们说这个身体的死 不代表你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 什么是代表你的 不是你的身体 而是你的灵魂 这个灵魂才是代表你的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就已经和主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当然弟兄姊妹 我们坐在天上 我们只是因为在基督里的缘故 这个我们刚才看的各罗西书 所以这两处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上面的事 保罗的意思很清楚 你们已经复活了 问题就是说 你并不真的这样相信 或者这样明白 保罗在这里再次的强调 你们必须要真正的明白 所以但要真真实际胜过死权 还需要努力脱去旧人 穿上信任 也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 第三章里面说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的 那个说的很特别 这个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你们已经死了 在地上你们已经死了 但是你们真的死吗 还没有 所以要制死你们的 这个地上的肢体 所以保罗你看他这个话 如果我们对于生和死 复活的意义 不是那么样的清楚的话 你会给他搞糊涂 一下子又说 你们已经死了 一下子又说 要制死你们的肢体 到底死了没有 其实我们说 这个里面的区别 都是实际跟地位的区别 在地位上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像地上的肢体 应该已经死了 但是在实际上没有死 因为那个肉体 还是不甘心 今天我们在地位上 已经和主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但是我们在实际上 我们不一定能够活出 那复活的生命 这就是接下来需要我们 要努力的地方 那这个我后面 我就会跟弟兄姊妹再谈 所以现在我们 对我们来说 不要以为 我已经复活了 已经坐在天上了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还没有 你还活在地上 你还有实际的见证 需要活出来 真正实际的 要胜过死权 需要努力脱去旧人 穿上信任 真正的成为信任 所以我们说 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 这一些信息 也是我们信主以后 追求丰盛的实际内容 啊